你说现在共产党信仰的是什么 是吧 信仰的是钱 所以它根本就已经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团体了 它就是个利益集团 所以这些东西啊 什么忏悔说也好 这也好 那也好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而这个信仰啊 它不是说你说点什么 那人家就信你了 那一看你做点什么 人家才信你啊 所以我给信仰写了二十封信了嘛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带中国 把中国这条大团引入世界民主潮流 你要做了这件事啊 你就轻视流迷了 你要不做这件事 你什么也没用 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都没用